那么在域名的话 刚才呢是讲了关于这个备案啊 这个备案的话 我们呢就假设已经备案完成了啊 接下来呢可以来做这个解析了 当然域名没有备案完成也可以做解析 只不过解析完成之后呢 这个域名并没有什么用 并没有什么用啊 所以建议是先备案后解析 在域名备案好之后呢 我们会在域名列表后面的话 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叫解析这个按钮 在域名列表后面会看到解析这个按钮啊 也就是这个按钮 点击解析 解析先不着急点 先来说一下什么是解析啊 解析呢就是指 之前我们一直说过啊 说这个输入一个网址之后啊 要想访问到这个服务器 会有一个服务器帮我们去做一个域名和IP地址之间的转化 是吧 那么这个解析操作呢 就是将域名绑定到一个IP地址 将域名绑定到一个IP地址的这么一个操作啊 也不能说IP地址吧 因为解析这里面还有其他的类型 不一定是IP地址啊 将域名绑定到一个服务器地址吧 这个说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服务器地址不一定是IP地址 解析是将域名绑定到一个服务器地址的操作啊 这么一个操作 阿里云就比较好啊 老域名啊 老域名去抢住那个地方啊 阿里云也有这个功能 将域名绑定到一个服务器地址的一个操作 称之为叫解析 那这边呢 有一个按钮 点一下它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解析界面 这下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访问一个网站的一个整体流程 当用户呢 在浏览器里面输入3w.eloo3.com的时候 他呢会去先找这么一个东西 叫DNS server DNS server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域名解析服务器啊 DNS 全称的叫 DOMA DOMA就是域名 N就是Name Solver Solver 就是DNS 叫域名解析服务器啊 专门是用来做相反的操作的啊 用于 将 将这个域名转化 将域名转化成 IP地址的这么一个服务器啊 是做这个用途的 那么解析呢 主要是 一个绑定操作 那么有绑定就有反向的 点一下这个按钮啊 点一下解析按钮 然后呢 会打开个新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面呢 这里面的话 他告诉我说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呢 也是合成合理的啊 因为之前本身就没有装这个 呃 数据往里面放啊 很明显这个地方有这么两个按钮 一个添加 一个导入啊 那添加和导入有什么区别呢 导入的话 一般是指 如果你的数据比较多 就是可以批量操作的 哎 可以选择导入 添加的话 一次只能加一个 一次只能加一个 那他想让我们做添加 还想让我们做导入导入呢 肯定想让我们添加 因为这个颜色也能看出来 这个颜色是特别的颜色 这个是白色的啊 所以这块我们点击添加就可以了啊 在这个地方点击添加 点击添加之后的话 会弹出一个框框啊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记录 啊 添加记录 点击添加解析这个按钮啊 然后会弹出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里面呢 会让我们填一些东西 第一个呢 让我们选择记录类型 记录类型 每一个记录类型它后面有注释 就是这个灰色的字说的啊 这个A记录 A记录干嘛的呢 是将域名指向一个IPV4地址 符合我们的要求吗 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个网站项目的话 符合啊 刚好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是第一个记录 那么除了这个记录呢 后面还有一堆记录类型 还有一堆记录类型啊 那这一边的话 这边得注意 在选择的时候 里面有几个常见的 里面有几个常见的记录类型 就是经常会用的 A和CNAME这两个常见 下面这个呢 指向IPV6地址这个呢 暂时还没有补及啊 先不要管它 然后MAX MAX这个记录 也算是比较常见那个记录 MAX记录呢 是用来指向这个邮件 发送服务器的 我们注册了个域名之后 如果说你嫌这个 目前像腾讯啊 新浪啊 网易这些邮箱 现在抢不到好名字 可以啊 你注册一个域名之后 你把你的域名解析到 MAX记录 那么你可以自己创建 你想要的邮箱 想创建什么邮箱 就可以创建什么邮箱 比较好啊 比如说我这边呢 我自己呢 搞了邮箱 这样 SH.pw 只不过这个域名我没有背案 所以呢 它会报这个错啊 但是我可以登录到我的这个邮箱 就是通过这个页面来先登录 可以试一下啊 如果说你自己想去注册 你还不一定能注册到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是个单词啊 好单词现在基本上已经想不到了 U6 然后就可以登录了 已经是满错了啊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喜好的 比如说我就想抢一个好的这个邮箱 那行啊 你自己注册一个域名啊 然后呢 邮箱的名字随便写 你想怎么写怎么写啊 只要 只要呢 呃 不要太长啊 我们一般想起的话 肯定想起个短的域名嘛 想起个短的啊 你有一个自己的这个MX记录的时候之后呢 你哪怕起个1 1234的eapp 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的啊 没问题 MX记录就是干这事的啊 来解析这个邮件服务器 那么常见的呢 这几个啊 常见这几个 就是需要注意一下啊 选择记录啊 这三个是常见的 A呢 是指向rpv4 cname呢 是指将域名指向另外一个域名 对 也称之为叫别名 将域名解析到另外一个域名啊 这两个加上这个MX 属于常用的一个记录 那这块的话 我们一般如果说是上线项目网站的话啊 上线项目网站一般用A记录 项目上线这个项目网站一般用A记录 选A记录就行了 然后 IP地址 待会我们可以指定 那但是前面这个主机值呢 主机值其实也就是你想解析的一个域名 你想绑定的域名 那么绑定域名的话 我们这个域名呢 比较常见的域名 就是3W点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是不是还可以不写3W啊 那如果想不写3W 那你这块留空就可以了 或者怎么着 他这地方就说明 如果你在这个输入框里面输入了3W 则表示解析后的域名是3W 什么什么点CAMM 就是3W后面加上这个 后面给了提示文字 如果写个at 直接就表示解析到你的域名 不再是W 前面也可以用这个特殊符号 新号表示犯解析 就是 如果用户访问你这个域名 不管前面他输入什么东西 都会解析到后面这个值 称之为叫犯解析 然后mail 常见的mail呢 一般都是做邮件服务器的 二级域名 例如ABC 那么就可以填一个ABC 手机网站呢 一般会用M点 什么什么 那这是会填个M 这是他告诉我们怎么去填的 那现在我想去做一个操作 我想解析这个 3W.964.1 613.xyz 解析这个记录 那么在解析之前 就是在我们点这个确定之前 我们先来做个测试 今天上午是不是讲了一个叫 平点xnz 干嘛的呀 查看能通信是吧 行 那我在正式解析之前 我先评一下这个域名 看能不能评得通 看能不能评通 好 把这个正式解析 给我们的去掉 前面 在前面 不要忘了 www.2 你看能不能评通 现在还没有解析吧 没有解析 你看能不能通 待会基本上清一色操实 因为咱并没有解析 所以超时呢 是应该的 超时是应该的 那这边咱就不等了 就别让人超时了 然后后面的话 解析线路 解析线路呢 就是会让我们去选择 你的这个服务器 是用的什么宽带 那么如果说你的服务器 用的是联通宽带 并且呢 你的用户群 也大部分都是联通的 那行 那你选择联通的 这样的话 它会用同一个运营商的 线路去给你解析 速度呢 会快一点 但是呢 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 阿里云这个服务器 它到底是什么线路 所以不用管 默认就行 它会自动匹配 它会自动匹配 这个不用管它 记录值 记录值就是 上面呢 有个记录类型 下面有一个值 一个类型 对应着一个值 它说将域名解析到 一个IPv4地址 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该填一个 IPv4地址 那应该填谁呢 服务器的 主 主机名吗 IP地址 因为他不想用 IPv4地址 所以这块应该填个 IPv4地址 那么IPv4地址 顺下找 那就去你买服务器 买好之后 那个位置去找 也就是实力里面 然后呢 两个IP填哪个 一定要填公网的 千万不要填错了 内网只是内网 两台或者多台服务器之间 进行数据交付的 一个IP地址 千万不要填 内网 复制一下 复制好了之后呢 粘贴过来 不要粘贴错了 不要扫的东西 也不要多东西 然后后面有个TTL TTL是响应值 响应值这个值的话 默认我们不动就行了 选10分钟就OK了 最后的话 同步默认线路 这个勾上 自动默认就勾上 好 这边呢是一个例子 其实最终生效的域名 应该是3W.Ninux123.xyz 这个域名 例如我们呢 需要呢 将3W.Ninux123.xyz 解析到 我们之前呢 购买的云主机上 那么则解析 可以呢 设置如下 设置如下 这么来设置 设置好之后 可以点确定了啊 那么点之前 现在过来看一样 这边还没结束 但是前面已经看到 是不是都已经超时了呀 对吧 行 那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后面肯定都超时了 这时候点确定啊 点 确定 添加解析成功 好了 添加解析成功之后呢 这个界面 我再重新刷一下啊 咱再看看效果 重新刷一下 是不是已经有IP了呀 有响应 有响应IP的吧 已经响应IP了啊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只要你能看到 当我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 你能告诉我IP 那就说明解析没有问题了 那至于这个超时啊 这个超时应该是阿里云的这个安全组的问题啊 安全组的问题 给他做了三个操作了 这个IP是我们的IP吧 60.10嘛 60.10 没有问题啊 那这个就可以了 说明解析就已经生效了 那这个呢 就称之为叫域名的解析 实现一个将域名和IP 和这个域名和这个IP啊 来进行绑定的一个操作 解析之后 我们可以呢 通过在线评的这么一个命令啊 来检测对于哪一个效果 检测效果 OK 没问题 后面的话 也都出来了 只不过后面都是超时啊 这个是关于域名的解析 那如果说后面呢 我再想解析一个不代三W的 比如说直接输入inux123.x8 一张访问的 那也可以啊 那这个地方呢 不变 这地方 App 当然你不填也行 不填 你点确定的时候 默认会给你写个App 填不填都行啊 然后直 直就是刚才的这个IP 拿过来就是了 IP 然后确定 这个呢 是解析不代三W的 那如果说我想来个邮箱 我想给我的这个服务器啊 来个邮箱 那可以 Mail 然后呢 IP地址 再确定 反正这种形式 继续往后加就可以了 那么前面这个主机记录 一定要注意 它其实是让我们写的是这一块 是写的是域名 这个是主域名啊 这一块是主域名 是让我们输入主域名前面的这些东西的啊 前面这些呢 就写在这 像他这个呢 他这个是几级域名呢 他这个是几级的 能锁得清吗 这个称之为叫主域名 或者说一级域名 然后到这就是二级域名 到这就是三级域名了啊 三级域名了啊 他级别比较多了 三级域名 那这块如果说我们要解析三级域名的话 比如说我也想解析他这个地址啊 怎么办呢 哎 你只需要把它拿过来 把它补上就行了 这个是二级的 这是三级的 连上前面这个一级的 是不是就完整了呀 哎 然后记录 哎 样填啊 该怎么填 怎么填 提交 哎 这样也行啊 这个就是四级域 三级域名啊 三级域名 这个是二级域名啊 这个是主域名啊 这个是二级域名 到这种形式来就可以了啊 当然域名呢 可以解析 也可以修改 这是可以修改的 然后呢 也可以删除 比如说删掉 也是可以的